这酒它cork了 蛤 cork是谁啊 你干嘛 你今天可杀佑了呀 我 就这 就这 不如我们今晚来个盲品 你觉得如何 蛤 哦 哦 懂了懂了 你看这样行吗 而酒呢 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来到 Ivy的微醺酒馆 花刀七分 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 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 哈喽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回到Ivy的微醺酒馆 刚刚那些对话 你是不是也似曾相识 记得他以前 我还是葡萄酒的青铜玩家的时候 在酒局上那些喊话 我真的是一去都没听懂 别人说什么的时候 我只能在那里 哈哈 傻笑说 对对对 说的都对 生怕别人发现我的青铜属性 不跟我匹配 不跟我玩耍 在酒局上 同样也感到过压力的酒鬼们 在上方扣衣 我不是一个人 来拥抱一下我们的酒鬼团体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就真的是虎人而已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来讲一讲 葡萄酒局上 你必须听得懂的喊话 以及该怎么回应 才不会被人当成小白 话不多说 马上走起 为了大家更好地理解一些 生体词汇 我们这里就来虚拟一个 葡萄酒局 酒局开始之前呢 通常就会去选 今天晚上要喝的酒 这时候行话可就要出来了 大家赶紧拿起笔记本 如果今晚的酒局是有主题的话 比如说 今晚来一场水瓶品鉴 水瓶品鉴在这里指的是 同一个产区 同一个品种 同一个年份 但是不同的酒庄 酿出来的葡萄酒 就比如说 我们今晚要品鉴的是 来自NAPA产区的 2013年的赤霞珠 但是来自不同的酒庄 那这么做的目的是来对比 哪一个酒庄出的酒的质量比较好 我提议 今晚来一场垂直品鉴 垂直品鉴在这里指的是 同一个产区 同一个酒庄 但是是不同的年份来做对比 就比如说 今晚要品的是1982年 2000年2021年 什么2021年 还没到 这样做的目的是来对比 哪一个年份是最好的年份 啊 啊 这边 我还有别的提议 我们今晚来一场盲品如何 盲品在这里指的是 今天这里所有人都不知道 我们今晚要喝的是什么葡萄酒 通常呢 这个瓶子会用纸 把它包起来 防止做病 这种局 通常呢 就是王者排位赛 到最后呢 大家要来猜测 我们今晚这瓶酒品的呢 是什么产区 什么年份 什么品种 看看还有没有人能品出什么酱量之类 在选好酒之后 我们要进行的下一步就是倒酒 你可能会听到 你得让这个酒呼吸一下 呼吸在这里指的是把葡萄酒倒到 醒酒器里面 跟空气进行接触 能很好的释放风味 以及减少色的口感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不是所有的酒都需要醒酒 这个时候你应该这么回复它 如果今天喝的是老年份的酒 你可以说我觉得醒酒不是必要的 因为会破坏它的结构 但是用醒酒器来过滤酒渣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如果今天喝的是比较新的酒 你就可以说为了可以释放它的风味跟香气 我们应该把它倒在醒酒器 让它醒个一个小时再喝 倒完酒之后 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品酒这个过程 这个时候大家可要注意了 这个酒有挂杯 肯定是好酒 其实挂杯只是葡萄酒的酒精度强弱 跟品质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你在酒局上听到别人这么讲 你就大概可以判断它就是一个轻逢断味 你可以这么说去把它妙杀 假如你看到这个酒有厚厚的挂杯 你可以说这个酒的酒精度比较高 口感上面是比较甜一些 这酒喝早了 杀佑了 杀佑在这里指的是这瓶酒 本应该成年之后再喝 可是有心急的酒鬼急切地把它打开 但是没有品尝到它最好的一个状态 当你发现这瓶酒无论怎么摇香气都很低色 你可以这么说 今天可惜了杀佑了 下次如果见到这瓶酒 应该把它存放起来成年一段时间后再喝 最后要讲的这句行话 简直就是葡萄酒局里面的王炸 每一次有人这么提出来 一定会欣喜一场心风血雨 厮杀争吵 这酒它Cork了 在这里指的是葡萄酒受到了软木塞污染 那怎么判断这个酒有没有受到软木塞污染呢 就是要闻它的味道 看看有没有很强烈的湿纸板湿爆纸跟发霉的味道 假如你也同意别人的说法 这个酒它Cork了 但是我建议你不要马上给这个酒下定论 你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这个酒应该再让它醒一醒散散味道 这样会显得你是一个尽身酒鬼 不会一口就把这个酒下定论 而且我自己的经验 其实木塞污染真的是少数 我喝了那么多年葡萄酒 真的有木塞污染就不过十几瓶 通常就是有一些味道还没有散去 行行酒就可以解决了 有一些欧洲的葡萄酒 它本身就真的是自带臭味的 已经成了一种风格 就像我们臭豆一样 看完今天葡萄酒行话扫盲视频 大家以后出去喝葡萄酒 就要做一个自信的青铜 但是如果你想要上王者段位 还是要看我的视频 还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 你还听过哪些让你摸不着头脑的葡萄酒行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之后会出一个酒行话2点点 想看了在上方 扣一我还有很多技能没有传授给你们 2020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我打算给大家做一期我的 2020年酒类红黑吧 把那些我踩到的大雷以及我喝到非常好喝的酒 推荐给大家 想看了在上方扣一 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 关注 转发 还有投屏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酒鬼们 美酒既是艺术也是生活 关注Ivy的微醺酒馆 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